去年11日晚,电影银河补习班在上海举行首映旅活动 导演邓超、于白梅、斜猪眼、王熙、梁超等亮相 分享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据悉,电影银河补习班讲述了一对父子跨越漫长时光 收获碍于成长的亲情故事 区别于此前在全国其他战的录影活动 银河补习班的上海首映旅特别增加了红毯环节 其中,邓超一家四口压轴登场 家庭式红毯首秀可以说是相当惊奇 孙黎开玩笑表示,子饭和提亮相活动最重要的原因 是让孩子们了解爸爸究竟是从事何种职业 对此,邓超打趣说道,今天是来交作业了 据悉,邓超在片中出演的是儿子马飞心中最了不起的爸爸马浩文 父子间上演了充满欢乐、爱、温暖和泪水的感人故事 孙黎说,希望的邓超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爸爸 哪怕工作再忙碌,也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陪伴孩子 我觉得邓超对孩子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刚刚看到他有一场戏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其实在生活当中邓超经常这样 他会把自己的睡觉的时间牺牲出来,然后陪孩子 所以经常有时候孩子看到的,说是爸爸在睡觉 一个周末可以回来陪孩子吃一顿饭 他就会来回飞来飞去 对,好几次我妈都说邓超真的很辛苦 让他不要再赶回来陪孩子吃饭 因为他吃了吃了就会睡着 邓超表示,能得到家人的认可 再辛苦都是开心的 他特别享受当晚家人相聚的活动现场 今天我的家人都想,包括我的妈妈 然后还有我的孩子,我的太太 他们在,其实一方面让我很忐忑 一方面又让我很骄傲 而且其实我觉得工作不就是为了家庭吗 而且如果家人对你有一点点的认可 你觉得做什么都是最开心的 所以今天这场我特别特别享受 据悉,电影和补习班将于7月18日正式上映 这是最好的 和声 感谢观看